特别奇怪 每天 每天我住的这个鸟巢啊 鸟巢的门口 都来一只大蜘蛛 这会儿大蜘蛛走了 它在这儿你看 织一只特大的蜘蛛网 这只蜘蛛网整个把门都能封起来 然后我从这儿过 这只蜘蛛蜘蛛网就被我弄破了 但是等到第二天 这只大蜘蛛又来 又在这儿织一织网 是我的警卫 是我的李银桥 是吧 太奇怪了 所以世界上有好多事特奇怪 我都弄不懂怎么回事 我住的这个呢 是 怀来县 张家口是怀来县 张家口是怀来县 官厅水库 国家湿地公园 这个国家湿地公园呢 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公园 华北地区 实际上最大的湿地 主要是三甘河 阳河 还有一条叫 叫鬼河还是叫什么 我这个不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好多字我不认识 左边一个女子边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女子边 右边一个位 人民服务的位 这字念什么呀 我不知道 这个地方呢 鸟巢呢 都是用精条编的 都在鲜花丛中 边上还有那个 现在时髦电车 还有电车的充电桩 你看 但一切都是扫码 现在不扫码 村部门男性 这些小的太阳花 这些花啊 你不能特靠近的闻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花 都是用 营养液配制的 营养液如果说通俗的说 也是一种农药 你看不然的话 纯自然种的花 不会长得这么漂亮 这么鲜艳 这么大 这么齐整 凡是这种齐整的 整齐化一的 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只有计划经济 才能开出 这么大 这么美的花 是吧 纯自然的不会 就跟你买那吃的 说我这吃的 怎么那么难看呢 又小又不整齐 还清新快壮 那就是纯自然的 是吧 你看超市里边 那长得都一模一样的 那些花朵 全是人为的 这些鸟巢呢 它虽然是设计主类的 但它尽量的去模仿自然 你看它开口 像个鸟窝似的 这些鸟窝呢 不仅是鸟窝 而且它取的名字都特别好 起名字特别好 所以设计这个人呢 还是懂中国国学的 什么是中国国学 就那传统 小子我老说 山海经山海经 谁喜欢山海经呢 鲁迅喜欢山海经 小子是长妈妈 阿长 长妈妈 美里的钢丝窝 熊庄的长妈妈 熊庄的长妈妈 给他 给他也不知道从哪 顺了一本 一套山海经 带秀像的 秀像就是画 哎呦 给鲁迅高 高兴坏了 小孩就喜欢画的书 以后鲁迅这辈子写作 鲁迅这辈子里的美学 那美学基础 都是这本山海经给他打的 后来鲁迅用那透明纸 我们小时候我也干过 踏在那水火传的秀像上 哎 天窥星胡宝一宋江 天刚星入云龙公孙盛 天机星 天机星是入云龙公孙盛 天机星智多兴无用 天巧兴浪子艳青 天窥星胡宝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天孤星 行者武松 我都会背这个 旗子会背这个 话说天下大事 喝酒必分分酒必合 周末七国纷争你料 哪七国乃是七处烟寒赵卫金 小时候我想去当说书的 后来我觉得说书的 瞎鸡巴边没进 我就想我当一个用照片 讲故事了吧 当一个照片讲故事的人 这是我到北大上学之后 我知道有一个人叫罗伯特卡帕 他那行人叫占地记者 我就说 我一定要去用照片拍真实的事情 我才入了这行 我才入了这行 现在我才整天这 你看这些花 是吧 我们这行叫只到场没立场 只到场没立场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 我是不带立场去的 但我必须到场 我不是粘机 什么是粘机啊 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我是必须到现场 必须到现场 你看这些鸟巢 多好的鸟巢啊 是吧 鸟巢里住满了鸟人呢 鲜花盛开的鸟巢 里边住满了鸟人 我就是其中一个鸟人 弄这种鸟巢鸟人呢 这都是用的 我认为是非洲 南非 莱索托 因为我去过莱索托 莱索托的国家 那个叫国徽啊 国旗啊 就是一个这帽子 就是一个这种样的鸟巢的帽子 挺贵的呢 卖的 我是跟我学弟 奥运冠军 李宁 李宁当过奥运冠军吧 叫李宁运动服 那个李宁 有一段时间 李宁让我穿他衣服 给李宁做广告 李宁带我周游世界 他给世界穷国送粮食去 我跟他去过柬埔寨 去过南非 去过莱索托 莱索托人就都住在这种鸟窝里边 住在这种鸟窝里边 然后我说这帽子挺好 真他妈贵 李宁慷慨 每人买一顶 带回家去 带回家带 嗯 就是 你看看这个啊 虽然是人工的势力 里边鸟太多了 哎 你说这么多鸟 我那只大蜘蛛 给我当蓝鹿虎 给我当表表 这些鸟怎么不把那蜘蛛给吃了呢 另外在这花里 我已经看见野兔子 野兔子和野鸡 嗯 野兔子和野鸡 为什么我说这个地儿 挺有文化的呢 你看他把这些鸟巢啊 每一个鸟巢都取了名字 哎 名字都取得好 你看我那看见的叫青鸟 你看见没有 青鸟这边看叫碧方 碧方啊 是吧 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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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青鸟 这个鸟我是青鸟 碧方和青鸟 都是山海经里边的 那种特别凶狠的鸟的故事 说碧方青鸟 我们不知道长什么样 再过来是金鸟 金鸟知道长什么样吧 金鸟是我们知道的笋形墓里边 中国能看见的最大的 最大的金鸟 这些都是肉食鸟 就跟大型鸟类猫壳老虎似的 食物鸟顶端 这个金鸟 青鸟和碧方 都是那个 西王母 西王母边上 西王母边上的凶鸟 每天西王母起床了 就在昆仑山 西王母长什么样呢 抱头 我昨天把我胡子给刮了 抱头还眼 长得跟黑献王李葵似的 跟抱的头临冲似的 跟燕仁张义德张飞似的 抱头还眼 然后呢 抱尾 那屁股 屁股上长一个 屁股上长一抱子的尾巴 在昆仑山上 每天起床之后 一声嚎叫 一声长笑 这山海经理说的 一声咆哮 然后青鸟 青鸟 金鸟 青鸟跟碧芳 就给他叼着肉就来了 他就 扛吃扛吃 把那些肉一吃 人家肉一吃 这就西王母 我们最早的说的 西王母 不是王母娘娘他妈 西王母是西王母 真正西王母是 哪来的神 哪来的神 弄不懂 他应该是雌雄同体 不分公母 先来了 我们老说的 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 是接见了西王母 后来下编出来的 是道教编出来的 道教什么时候 有啊 道教最早有雏形 是汉朝 三国演义 是吧 苍天一子 皇天当立 遂在家子 天下大吉 天公将军 张角 帝公将军 张宝 还有一个叫什么 天公将军 帝公将军 人公将军 哥仨造反 汉朝完蛋 就是三国演义开始 三国演义 就是由于 这个三个妖道造反 这是中国最早的道教 以后道教成型 我认为是更靠后 但是我们一吹牛逼 就说道教最老的教 但是道教 我觉得好多东西 都是从跟西方学的 我说这 我弄不过那谁啊 那个谁 我不能说他名 他敏感 我拍过一张 他跟孔俊东 俩人吃饭的 俩人 不是俩人吃饭 我还那天还拍照 那个谁 那人叫什么呀 张 张 张史钞 他儿子 跟司马南一起的 我这人就特别愿意 把特别奇怪的 千载能 南风的东西 拍在一起 我不懂道教 我也不懂道家 五月散人 是这方面的大家 大家 原来是China Daily的 算我同行 China Daily是走向世界 是吧 不像我 我这是新华社 新华社叫新华News Agency 你一听就是Agent 我是属于Agent 他就讲到道 所以道呢 是应该很后边才的 你看 但是那个道教里边 一见名说 无良佛 无良佛 这是佛教里边的话 是吧 无良天遵 无良受佛 无良佛 咱也不懂 我也不会打架 但是 所以我就说 这个王母娘娘 大概是从西王母来的 西王母从哪来的 从印度来的 印度有三大神 创造之神 就是缔造世界的 叫凡天 我们又翻译成大凡天 维护这个世界的 维护之神 叫 我们叫匹师奴 我们一翻译外道啊 都故意丑化人家 匹 还师 奴 其实匹师奴 是特漂亮的一个人 匹师奴 有十个重要的阿凡达 每一个阿凡达 又能变化出 无数金身 其中第九个阿凡达 叫罗默 我们翻译叫罗默 英文写成是 Rama Rama Lama Lama 其中第九个阿凡达 是Lama 第十个阿凡达 是赤斧的Lama Lama要翻译成中文 就是基建林翻译的 叫罗默掩纳 实际上是Rama 掩纳 Rama 罗默 都是保卫世界 和平的主神 掩纳是什么 掩纳是传说 罗默掩纳里边 有一个 你是猴子的救兵吗 那猴子的救兵 叫哈诺曼 哈诺曼 他妈是一猴子 哈诺曼 他爸是风神 有一天风神 出来风 你看又那一猴子 一屁股 屁股掘着 屁股掘着 真他们性感 然后他一下就钻进去了 钻进去就射了 射了就怀了那个孩子 叫哈诺曼 但是我们中国 但是我们中国把它弄过来 说是石猴 石头里边出生的 没说他妈是一猴 他爸是风神 嗯 风神 然后说到这 我就说 还有第三个神 是我最崇拜的 第三个神 是什么神呢 就是破坏之神 破坏之神呢 我们翻译叫师婆 其实师婆 英文写成 希瓦 S-H-I S-H-I 瓦 V-A S-H-I-V-A 嗯 他是 印度教里的破坏之神 他是苦修之神 整天苦修 啊 呃 所以法力特别大 法力特别 他还脾气 他爸 跟我似的 一愤怒 他的第三只眼 就能够 孕育一个愤怒的眼光 愤怒的眼光 照在谁身上 谁就死 其中爱神勾搭她 让她爱上美女 她用这眼光一照 把她们爱神 给烧成粉末了 她还嫉妒 她也有媳妇 她媳妇是雪山女神 雪山女神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平常说的 那个 赚 赚 港人薄旗 港人薄旗 她媳妇就在那 啊 她媳妇呢 哎呦 这又得说远了 啊 印度有一个国王 国王呢 就犯了杀业 怎么怎么 他要洗清他的罪恶 他那五百个儿子 才能活 用什么办法呢 必须用天上的水 天上水 从天上掉下来 到了我们的西藏 到了我们西藏呢 再往下流 那水多急啊 会把天下的众生全砸死 然后师婆就把他那颗头 伸到那水里边 那个水呢 天上的水 掉在他的头上 分成七缕 从天上 留下来 那七缕 就是沿着师婆的 七缕头发 那水再往下流 七缕水 汇合到一起 就是恒河 恒河英文叫 Ganges G-A-N-G-E-S Ganges 同时这一个字 如果作为河神 恒河神就叫尴尬 尴尬 尴尬就是 印度跟我们一样 人类离不开水 是吧 水老说 这女孩真美 真水亮 大姑娘争水亮 说水 说这女孩真好 水真大 也是 都是水 人离不开水 这个师婆 就是这个 师婆还吃醋 还嫉妒 有一天 云游天下回来 一看他们家 出了一小伙子 好家伙 小伙子 偷人 让我戴绿帽子 师婆不干 说敢让我戴绿帽子 师婆 一把过去 把那小伙子 脑袋给薅下来了 一脚踢挺远 就是她媳妇出来了 她刚要杀她媳妇 修理她媳妇 她媳妇说 你怎么把咱儿子 给打死了 师婆有俩儿子 大儿子是战神 二儿子是智慧和财富之神 就是水 我刚才说水大 水之神 水代表财富跟智慧 这也是从印度来的 然后这个神一看 说 哭起来了 但师婆法力大 师婆一放眼望去 离他们家最近 看见跑过一只大象 过去一掌 把大象脑子给剁下来了 把大象安他儿子头上了 所以你看现在 印度有个神 是橡皮神 头是大象 那就是师婆的儿子 英文叫 我把我的机器搁在上头 我这儿就可以走动两步 走动两步 这个呢就是师婆 师婆最著名的 最著名的一个姿势 师婆不仅是毁灭之神 还是再造之神 同时也是歌舞之神 歌 所以中国的西王母 说他每天一睁眼就嚎叫 跟趴瓦罗地似的 所以我认为 他是从西瓦来的 从师婆来的 还有一个他山跳舞 在昆仑山上跳舞 这更像西瓦了 是吧 刚才我给你们来那个东西 我现在在壁方 在壁方面前 我再给你走一个师婆的舞步 师婆 西瓦 既是创造之神 又是毁灭之神 而且是苦修之神 有俩儿子 大儿子是战神 小儿子是财富和智慧之神 但愿他再有一女儿 哎呀 你看 壁方 青鸟 金雕 全是山海经里边 最凶狠的鸟 山海经 山海经 你要注意了 山海经 山海经 壁方 青鸟 金雕 对了青鸟 北大有一个公司 就叫青鸟公司 不是有句 山海经里有个诗吗 好像是 不是山海经里是唐人的事 叫青鸟未知来勘探 青鸟 就是替西王母踩点了 我就是替西王母踩点了 我带来的不是和平 而是宝剑 那是西王母 我是和平鸭 我今天没穿我和平鸭的衣服 把西王母的衣服给穿出来了 这老头 这老头就是一英雄 是吧 说死 点磕烟 就让侵略者给打死了 就让侵略者给打死了 你站在那地儿 你进来的时候 肯定得你撞上了 就在这儿 一个特大的蜘蛛网 就在这儿 我拍过照片 还有一只大蜘蛛 逮着了一只马蜂 你没事 没事 可能撞你身上 你都没发现 对 特大一个 起来真早 我比你早 我是 也许我给碰乱了 我从蜘蛛网底下钻起来的 不是这只 是在那个地儿 虫鸣 你记得 你记得 不是这个 你进去那儿 有一个大蜘蛛网 我是从那儿出来的 虫鸣 你进去 有一只大蜘蛛 直径有半米 半米 那个大蜘蛛网 挺大 还叼着一只马蜂 如果怕吓着我跑了 但是网还在这儿 你看 这是它的网的边际 直径有多大 这是上端 这是下端 我呢 也得仁义 是吧 人大蜘蛛对我仁义 我也得别破坏人的窝 我还是像钻狗东似的 爬回去 知道我现在这月供帽子 多重要了吧 你看 知道我这月供帽子多重要了吧 我从这个 我这个手 都是我用屁股当腿 这么上来的 一方面环境保护 我不能破坏这个蜘蛛的窝 另外一方面 人家这蜘蛛 你以为是蜘蛛呢 是猴子派来的救兵 上帝派来给我站岗的 小猫小鬼要想进来 我这一条路 必须通过这个 这个蜘蛛网 进不来 一弄蜘蛛网 就触犯了警铃了 当然 人家这个 人家酒店里边 大量的不是这个 大量的是什么呢 监视器 到处都是监视器 昆蓬 青鸾 全是监视器 镜子里边的我 对 我也得守护一下 是吧 一会儿松饭的 他们这儿离饭店特别远 他就早上有松饭的伙计 松饭伙计 我得跟他说一下 别撞我这蜘蛛网上 是吧 保护蜘蛛 保护蜘蛛 那人已经取饭回来了 我都看见他骑着垫驴子 那小姑娘 小姑娘 十几了 十五了 您往这走 时候您留神 那儿一大蜘蛛 一只大蜘蛛 它搭了一网 您能看见吗 看到了 对对对 一会儿弄您头发上 您就由这 我就 谢谢您啊 不用谢您 慢着 还在这 蜘蛛上还有一马蜂 我刚 我刚给这 我一钻通 这要是眼不好 然后是鸡上去 对对对 刚才能看见 刚才因为有个蜘蛛 还有个马蜂 他们俩在这打架 我一下来 那蜘蛛还怕跑了 你看 对 我怕您 没事 让他那待着吧 我怕您一过来 您那么漂亮头发 一会儿弄您一脸 弄您一脸蜘蛛网 这小女孩多好 与人方便 自我方便 送人玫瑰 首有鱼香 我原来认识一北大中文系的妹妹 好 花好多钱 在原乡美利间种玫瑰 我都想 真是有病 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 但不是你滴泪 泪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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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不能走 这又是猪啊 赶紧老老实吃饭去吧 你看 这是国家实地公园 国家实地公园 早餐 可丰盛了 有牛奶 有鸡蛋 有新鲜蔬菜 有那个 有包子 各种包子 各种包子 肉包子 还有豆包 还有西瓜 这就是鸟巢 树屋 我这个鸟人所住的树屋 这个我也盖上了 这是温泉 有点硫磺味 如果说你身体有个什么小病小灾 单位不给你报销 本来应该给你蓝本 你没蓝本 你是战场受伤 晚年你还得自己花钱治病 工伤证不给你 残疾证不给你 处处刁难你 你就跑到 官厅 国家湿地公园 往这里边一泡 你就想 我们是战地记者 有今没明 灭此朝时 明天 那顿饭吃得着还吃不着 还不知道呢 于是你就释然了 是吧 说封你嘴 封你号 去年90天 今天封180天 那老胡还封90天呢 是吧 有作伴的了 有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